阿嬤騎車在路口停等紅燈 但下一秒阿嬤把車停在路中央 目光緊盯對面的豆花店 接著汽車而去 直到綠燈亮起 阿嬤也沒回來牽車 豆花店老闆見狀 趕緊跑到車道上 幫阿嬤把車先牽到路邊停放 在路上 豆花到底有多好吃 讓阿嬤連車都不要了 車發就在3號上過雲林北港鎮 好在豆花店業者發現異狀 及時伸出援手 但阿嬤把車停在路中央 不只影響交通也已經違規 在交叉路口十公尺內 違規臨時停車 核主新台幣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還 究竟是豆花 魅力無窮 還是阿嬤一時糊塗 導致汽車也要買 讓後方駕駛看傻眼 警方也呼籲民眾下車購物 還是要遵守交通規則 以免享用完美食後 還得吃上罰單 在訊療宜的雲林報導